你知道那時候我自己就是採訪 這一件事情的記者 然後我永遠印象深刻 那時候是在下午差不多四點半的時候 四點半通常記者的稿都已經確定了 但是我臨時被換稿 因為就是爆出這個芭蕾舞團的 有四個人確診 然後所以當天晚上 他們是還有演出的哦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就知道這件事情有多緊急 因為其實不只是這四個人確診 包含他整團的芭蕾舞團的成員 還有記者其實都是接觸著 好所以當時候的緊急應變是 包含這四個人確診的 以及其他接觸的人全部都要狂禮 而且全部都要先進行篩檢 好這時候中央突然就說 哎那大家都在問嘛 那到底是不是之後的演出 要不要全部暫停呢 陳時中他沒有給答案 然後當時候我永遠記得是 副市長黃珊珊 他在全盤hold住 這一次的芭蕾舞團事件 那個時候呢陳時中還說 隔幾天的表演沒關係 我們全部的人來篩檢一次 這四個人除外其他的人 如果是陰性的話 動線只要嚴格規劃好的話 表演照常演出 所以你知道當時候 我一樣我是小夜班 當時候你要篩檢到十一二點 現場只有一個人 黃珊珊 我不是要特別去捧他 只是就我當時候看到的狀況 去跟大家講而已 當時候黃珊珊在現場 他就是要確保所有的人 是不是都是陰性 然後之後隔天的演出 還有之後幾天的演出 到底動線要怎麼安排 因為當時候我們在採訪的時候 我們都在問北市府 為什麼不暫停表演 北市府其實那時候 他們有點尷尬 其實他們也有點不想要說 都是中央的錯 我們沒有辦法做決定 但是那個時候 北市府就直接跟我們講了 因為我們這一次 我們也有跟中央去溝通 我們期望他們直接 中央來要求大家暫停 但是中央並沒有做這樣子的決定 所以那時候黃珊珊 他也只能確保 大家都是陰性 然後把動線做好 所以從那件事情 就可以看得出來 陳時中一直以來 都在踢皮球 他那時候不敢做決定 因為那個時候 邀請這一個芭蕾舞團來到台灣 其實已經邀請很久了 而且他非常有名 所以陳時中當然不敢做決定 然後就丟下台北市政府 一個人在現場做指揮 然後台北市政府 還不敢做決定 因為要不要暫停演出 其實那時候是中央說了算 如果北市府說了算的話 陳時中又會說 都是你在造成基層恐慌 所以從那個時候的事情 就可以看得出來 陳時中完全都沒有 負起任何的責任過 這真的是真自主應變了 另外其實包含 我們在這點現在看到 這個不同的販綠的 或是青綠的媒體上面 就有這樣的一個媒體人 還有特別提到說 其實陳時中他的選前民調 到現在目前都是領先的 是民進黨第一人 楊明哥真的是這樣嗎 因為據說阿扁就跳出來說 我當時在選市長的時候 我也是撒卡都 我也是一路領先啊 這是一個我的前輩 資深媒體人 中信資深媒體人 在這個綠營的媒體 這個青綠的媒體上面講的 那當時老實說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大家 如果今天是媒體人出身 應該要有一些查證的實力 就是說如果今天你說 當初那個阿扁從來就沒有領先過 你至少應該要把數據拿出來 那現在就是像維翰哥 他現在整個數據都已經拿出來了 就是當初其實陳水扁 在好多的民調裡面 都至少是領先 或者說他都在所謂的領先群 那這只能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阿扁的記性一直都不錯 阿扁的這個腦袋並沒有問題 阿扁的身體狀況也不錯 那什麼時候要結束保外就醫呢 這個我想這個 雖然國務交費已經這個除罪了 但是他已經判著這個刑 他什麼時候要回去執行 我覺得法務部可以繼續演繹 因為他怎麼可以打臉 怎麼可以去打臉我們這個 青綠電視台的這個 政論節目裡面的這個 重要的名嘴呢 這阿扁這樣子的做法真的不好 對 但是畢竟是攸關他自己嘛 他要強調是我很強啊 我不是因為殺他都啊 我本來就很強 我本來就我不是因為什麼氣保啊 跟這個民調 我一直都領先啊 你看陳水扁就是 就是說了一個大實話大白話 那今天維翰哥在把這些相關的數據 把他這個整理出來 那你就知道 民進黨最會的就是利用 大家的腦袋 記憶體不足的問題 人都是這樣 人我們人很容易遺忘 我們人很容易 因為聽了 比如說誰比較有公信力 我就相信他 所以這就像陳時中不斷的強調 這個這個 BNT在深圳有分裝啦等等 有一群人他們真的很相信 非常的信任 信以為真 那老實說 你說像林志堅這個論文的事情 他們現在就是期待 能夠把用這樣的信任 把這些這個綠營支持者的信任 轉化成對林志堅的信任 那就變成說今天只要你不相信 我們這些什麼什麼媒體人也好啊 台大的老師啊 或是王宏威議員啊 只要你不相信這些人講的話 他們講的就算是真話也都是假的 這完全就是認知作戰的一個伎倆 今天當我們今天整個國家沒有是非沒有對錯的時候 我們只有你相信或不相信 這叫什麼 這是一個宗教國家 這是你把所謂的政權 你崇拜的政權 崇拜的政治人當作神來拜 那當作神來拜我們就補充一下 剛才這個上一段我們有提到 今天在這個白沙屯媽祖廟那一幕就是 那是徐定征 苗栗民進黨提名的苗栗縣長的參選人 他帶著桃園市長這個鄭文燦 到苗栗去拜廟我是不懂鄭文燦 沒事跑去這個地方幹嘛 不是他的主場 可能只是輔選啦 就是說他去這個為徐定征這個加持 然後偏偏呢在他們進到廟的時候 有一位這個這個算是這個算是富人 跪正在正在廟前跪拜 就是拿那個那個跪在前面在那邊祈禱 因為他說他生病 他是生病開完刀 然後呢來還願的 然後呢居然因為政治人物來 把他你知道廟方的就想要把他帶走 這比那個嗆瞎還要過分啊 這比那個嗆瞎然後你把人家拖走更過分 人家從來我沒有我沒有愛到任何人啊 我是誠心誠意的在跟媽祖還我的願 居然要被打斷 然後呢結果他也不過就講了幾句什麼 他就說有你們這種政客真的很丟臉 站著廟別人都不能拜 這個這個阿嬤我覺得他講的很有道理啊 你如果今天任何人 你本來在那邊拜拜到一半突然 因為因為政治人物來然後把你拉起來 你能受得了嗎 你能接受嗎 還是苗栗就是專門在做這樣的事情的 這非常的過分哦 更何況 白沙屯媽祖廟 是誰的地盤 大家都知道最近這幾年 白沙屯媽祖廟已經 這個拱天公已經變成民進黨的這個信仰中心了 他們試圖把白沙屯媽祖 營造成這個所謂的 呃文生救苦 比大甲媽更神什麼什麼粉紅超跑等等的 在做所謂的宗教的一個 他們企圖壓抑大甲媽 然後呢提升這個白沙屯媽祖這樣的一個神話 結果你自己在這邊對待你的信徒是用什麼方式 是用這種強拉啊 我相信任何一個人看到都不會接受 結果我告訴你 今天桃園市的反應是什麼 桃園市回應這件事情 他說當天呢是徐定真安排的 那個婦人呢 是在參拜儀式中走到前面參拜 才被廟方委婉請起 完全扭曲事實啊 他不是在不是你們參拜儀式中 他原本就跪在那邊啊 結果被你們拉開 然後然後他們他在你們這些人在拜的時候 這個婦人又再回到前面 他覺得我本來就在那邊拜 你憑什麼把我拉走 然後才在那邊抱怨幾句 你知道還在扭曲事實 接下來他說婦人低估妙語 應該是大家可以參拜的地方 不是政治人物才才能參拜 沒有針對任何 你看桃園市府說沒有針對任何人 也沒有針對鄭文燦 甚至請鄭市長拼拼理 所以婦人不是在槍鄭文燦 他講到你桃園市政府在曾經什麼鬼啊 你看他們只在乎鄭文燦啊 那你徐定真你活該啦 所以意思就是徐定真害的啦 先扭曲事實然後呢把責任推卸 這就是桃園市政府的SOP啊 那如果今天我講真的喔 今天如果這樣的狀況發生在每一個廟宇 林志堅最近都在拜這個關公 你知道我從小也是拜關公 我的父親他說什麼小時候算命 算命的說要我贏一尊這個 而且要文官公 我官公有分文官公武官公嘛 是贏了一尊這個文官公的相 就贏回家 然後說要拜這個關公當甘霸 類似這樣 所以我從小是拜關公長大的 然後呢我自己是說 我手很容易臉紅 可能是因為關公的關係 就從小拜拜拜 拜到這個臉很容易紅 那但是我們對官聖帝君的信仰 因為他一直道教的邏輯是說 現在官聖帝君是輪值的玉皇大帝 就是現在的這個官聖帝君的信仰 是有這麼一個說法 就是現在的官聖帝君是輪值的玉皇大帝 所以他現在在這個 所謂的眾神明當中的地位很崇高 但強調的是 拜關公最重要是什麼 是忠義 什麼叫忠什麼叫義 就是你不能說謊話 你要說實話 面對這些民間的宗教信仰 民進黨 你們應該要拿出你的良心 你不能 你今天不是拜廟 不是只是為了選票 你要拿出你的良心 林志堅你有沒有抄襲 你心裡面知道的 他在官聖帝君面前說的 不是他還說 他說論文時序很清楚 國民黨不應造謠 就在官聖帝君面前說的 對啊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老天是有眼的 官聖帝君 如果今天我們只要 如果他今天是輪值玉皇大帝 你等於是 這個冒犯天庭 我想這個林志堅 大概兩個月 這個結果出來的時候 你自己心裡面要有一個 心裡要有一個底 就是到時候 這個叫 下民可欺 上天 下民意虐 上天難逃 你終究是逃不過這個 這個上天的法眼 大新聞大報告 現在要來開Turbo 拼盡月數了 就靠你們動動手指 沖一波 鼓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多多普克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 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